一個青年被裁定前年 在上水企圖無牌管有槍械和暴動聚成 還押今個月23日求情 前年12月28日 上水廣場天橋有大約50個人聚集 18歲被告陳振顯和其他人 滋擾和圍偶路人 他被警員截停 用手撞毀警員的防護頭盔 更加伸手搶雷鳴燈、長槍和捉住警棍 法官說事發片段可以認出被告在場 曾經拿住警員的長槍和鞍雞 裁定他暴動和企圖無牌管有槍械罪成 但片段拍不到他襲警 裁定罪名不成立 被告早前承認兩項拒捕罪 法庭等殺取背景報告押後判刑